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舌音呢也叫做舌尖前音 它是指舌头平声 舌头平声抵住或接近上尺倍发出的音 平舌音呢有三个 子 子 子 同学们可以一起来做一做舌头抵住上尺倍 平舌头平声发出的声音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翘舌音 翘舌音呢也叫做舌尖后音 它是指舌尖翘起接触或接近前面的音乐 发出的声音 那翘舌音有四个 知 吃 诗 日 那我们来看 一定要记住是舌尖翘起来接触或靠近 接触或接近前音乐发出的音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怎么样来辨别和掌握平舌音和翘舌音做声母的字呢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几种方法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种就是代表字类推法 汉字当中大部分呢都是形声字 相同声堂的形声字呢 大多又会是同声母的 比如说 曾 踪 足 踩 仓 曹 从 攒 丝 手 那么这些字呢在做偏袍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都是平舌音 那还有站 中 组 专 朝 成 出 少 善 伸 生 那么以这些呢作为偏袍的字呢 绝大多数呢是翘舌音 因此呢强记一些平翘舌音代表字或偏袍 可以方便的类推确定一大批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字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可以利用普通话声韵配合关系来区分 比如说 哇 哇 汪 汪 那么这三个育母呢能跟翘舌音 知 吃 吃 相拼结 而不能跟平舌音咪咪咪咪相拼 因此呢当我们遇到 抓 窗 摔 霜 霜等 孕母分别是 哇 歪 汪的字 可以直接来断定它们是翘舌音 那么还要注意 以翁作为孕母的字当中呢 生母只有斯 是没有诗的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断定 育母是嗡 那么 松 耸 还有送 这些字呢绝对就不会是翘舌音 而是平舌音 下面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第三种方法 叫做记少定多法 在普通话里面呢 平舌音是比较少的 翘舌音很多 有些音节呢就更加的特殊了 比如说音节 森 它是只有一个汉字 森林的森 而森呢 它的音节却有 森 医生的森 神 神奇的神 神 神士的神 神 神志的神 等等呢 三十四个汉字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只需要记住少数的几个平舌 平舌音字 那么就可以来确定大多数的翘舌音字了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 讲了三种方法 你都已经记住了吗 下面呢 下面呢 就跟老师再一起来读一读这个绕口令吧 十师四前有四十四个石狮子 四前树上结了四十四个色狮子 四十四个色狮子 不吃四十四个色狮子 四十四个色狮子 更不吃四十四个石狮子 同学们 你们读完以后 能分清这个绕口令当中 哪个是平舌音 哪个是翘舌音吗 好了 同学们 还有很多的绕口令 同学们可以在课下的时候来练习练习 那么老师今天要讲解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天学到了什么 今天呢 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和翘舌音 平舌音呢 也叫做舌尖前音 是指舌头平伸 抵住或接近上尺倍发出的音 那么平舌音呢 有三个 是姿 姿 翘舌音呢 也叫做舌尖后音 是指舌尖翘起 接触或接近前音乐发出的声音 那么翘舌音呢 有四个 是知 师 师 日 好了 同学们 老师今天的内容就讲解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